请 有病啊 你去哪儿了 我 没干嘛 办案 你现在办案子都不叫我了 我今天给你发了一篇的微信 你连回都不回 我以为咱们两个人 现在相处得挺好的 你现在这么做 你觉得有意思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今天来 我只专门跟你说这件事了 我想亲自参与这个案子 我知道 这个人跟我的父亲 有合作上的往来 但那只是生意上的关系 而且我跟他不是直系亲属 只要徐队你一句话 这就不算违规 可是你一直在这个案子里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现在感觉全变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以前是咱们两个人你 你和我 我们一起出案子 我们是青铜手足的 这样的一个搭档 但现在呢 你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要把我抛开 要把我甩掉 等会儿 王大雨 是谁告诉我明天没时间的 是不是你 对 但我明天本来就是轮休 这不完了吗 你轮休还要让我等你啊 我在办案呢 不是 唐老师马上要出国了 在出国之前 我答应他 要去一次海边陪着他 所以 后天 我绝对心无旁骛 一直干这个案子 你是不是还是要去啊 跟唐老师已经约好了 对啊 那你跟我吵什么呢 不是 我我是约好 但我没办法呀 他那个康叔叔也约我去了 说要在海边组一个什么 生日派对 私人的生日派对 你 你 徐队你 你 你去过 私人派对吗 真的 我在想 要不 明天你也一起 好啊 好 我去 这 这 答应了 这么快 你是在邀请我吗 不是 我以为你可能 以你的性格 还会再推脱一下呢 那我 我现在就给 芷芯发微信 依菲 芷芯 明天我带你去看海 明天我带徐队 还有依菲姐去看海 晚安 做个好梦 听到了吧 许队也说 晚安做个好梦 你